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百尊者独祖林 那平安吗 我们不能用这个挂 就来断定说这个房子住起来平不平安 那我们就再沾一个 这个房子它到底平不平安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房子头大为小 瓦斯鲁在花瓶子上面 床位也不见得很合乎我们的风水法则 我们在沾它的住宅平安 不平安 关轨发动客室窑 关轨发动客室窑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是建议说你有没有别的房子可以住 这个房子尽量不要住了 这个房子尽量不要住了啦 关轨发动又月令来生来客室窑 那当然我们能够尽量避免不要住这样的房子 因为那房子也不大 改无可改 你也没办法改了 没办法修改了 那当初张卦是住院初期 那到现在来也差不多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过年了嘛 过年前跟过年后的卦象嘛 那我们再次经过长庚医院那么久的时间 一个治疗 我们看他现况 现况如何 风火家人之见挂 很明显 又是没有关轨 因为他的病还没有被找出来 所以没办法治愈 你看我们一系列的挂出来 没关轨就是没关轨 没有找到浮沉就是没有找到浮沉 他没有办法治愈 四遥又破 他的问题是在耳朵流浓 那耳朵刚好接近我们脖子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原分法师讲的五遥 就是脖子 头部脖子附近的位置 那是不是刚好 第五遥兄弟化关轨来嗑 代表他的问题在这里 健康不健康 一定不健康嘛 一定不健康嘛 好 现在我们要找医院了 总是要解决他的问题嘛 你不能跟他说 你们家里有没有问题 你们床位有问题 你们照位有问题 然后你不给他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 那我们去找医院 他本来就是在长庚医院住院嘛 那我们就找 好 长庚医院住院怎么样 很明显又是没有关轨 为什么 住了两个月 看了两个月 住了一个月 看了两个月 结果他的病都没有查出来 那就代表什么 跟这一家医院无缘 没有缘分 他没办法把你的病 找出来治疗 然后我们再找 鼠立医院 鼠立桃园医院 那不是说我们乱枪打鸟啦 因为他住家附近 当然我们以他住家附近的大医院 来开始找嘛 入层的问题 病人的状况的问题 我们都要考虑到 那鼠立医院可不可以 四遥观鬼化 子孙 克 回头克 不错 硬咬又子孙 但是问题在哪里 子孙越破 没力 当时的力量不够大 那你下个月要三挂 会不会再增到这个挂 我不知道 所以咬 再找 反正医院那么多 再来 圣保路医院 那这个挂 四遥兄弟 水三简之挂 他和月令刚好 引五续三合观鬼 来克四遥 那我们尽量避免啦 我们不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挂 因为你跟当事者说 他也不真的听得懂 但是我们就不会建议你去做这个部分 农民总医院 桃园医院 雷地御挂 六合挂 咦 子孙旺不旺 旺 旺来生四遥 这个医院就对了 终于找到医院了 对不对 子孙的继承也不上挂 那我们就用农民医院 作为他去 诊治的目标 那医院有了 我被取向 我要找谁 找医院的医师 他这个是整形科的 或是那个肿瘤科的 找这个医师 抓出来我们一个一个张挂 第一个检医师 子孙动 克什么 观鬼 可是子孙化鬼 子孙化鬼 力量也是不足 那我们就再看看别的 因为那四遥 四遥也是观鬼 代表他的病已经可以找出来了 这个挂 后面的挂我们基本上看到 有子孙有观鬼 我们前面挂都是没有观鬼的 很玄妙的东西 那找黄医师 找黄医师 财动 两个财都动 我们知道财动升什么 财动升官 财动都升官了 你只是花钱去培养你的病而已 治的好吗 治不好 叶医师 一样是农总医院的业医师 一样是财动 兄弟跟财动 只要财动 我们就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他一定会让你贪身忘克 他一定克不到观鬼 只是花钱找罪受而已 好 我们找最后一个丁医师 折地翠 这个挂就非常有效了 大家就看到了 子孙化回头身 日晨又旺 然后又来什么 克四遥观鬼 子孙动 那子孙动就是什么 他在行动的 他准备要帮你去做了 为什么他准备帮你去做 还有子孙害水 子孙害水跟我们 这个整个虚似循环的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那刚好 他当初把这个 医生帮他找好了 他有没有去 他没去 为什么 因为长根还有疗程 所谓的高压养疗程 他疗程做完 应该是四月多才去 四月多才 隐月我们隐月沾的挂 四月多才去 四月多才去 那医生本来就讲说 那你去长根就好了 他说他长根看不好 他已经没办法了 所以来找你们 那医生 第一次 那个医生不太理他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医生不太理他 结果他第二次去看诊的时候 医生已经把所有的医院 那个开刀的部分都找好了 他在哪里开刀 在台北荣种 是不是海方 北方 我们的北方 医院也都找好了 相关的医疗人员也都找好了 第二次就开刀 开刀呢 开刀之后就 四月份开得到 五月份他就完全痊愈了 完全痊愈 那去复诊 医生说你不要来 你那个都好了 你不用再来了 那当初呢 我们去跟他讲 他在医院 长根住院住完 回来之后 我们再跟他讲 我们找老师来看看 看看你这个房子 用液沾挂看看 那有可能 三个铜板你丢一丢 你就叫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吗 对不对 那个医生 校长什么 院长什么都在那边 他们都搞半天 搞不定的东西 你三个铜板拉一拉 你叫我去医院 我就去医院 结果 现在就很相信 那当初来这边 水路法会的时候 办那个超度 拌不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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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亲在主 拌不杯 就是拌不杯 拌不杯 就拌不杯 那他怎么办 他家族就跟他讲说 你就许愿 你要送天德经 送几部天德经回向 那很奇怪 天德经 我要送几部 送五部 好 拌不杯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的事情 所以现在对我们的法门 就会相信 那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在 临 临到看 有病的时候 或是要看医生的时候 最好怎样 我们用意 他虽然只是个辅助 或是找人用意 最起码你可以 跳过这一段 受的痛苦 不用说 等我到 不可收拾的时候 我再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 这可能大家就很累了 你自己也很辛苦了 他平白无故 多了半年的时间 差不多做了半年的时间 那 这个案例也跟 也跟各位同修分享 那希望 给 能够提供各位一点 小小的 经验 好 谢谢 各位的聆听 我们谢谢杨超林讲师 他谈到了 我想这个 他的研究方式 跟刚刚我们上一位讲师 谈的是不太一样 他用的方式就是一个个案 去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那像这种研究的方法 他现在研究的方法 就是说 你背后还是 还是要有一个很 很扎实的一个理论基础 那个扎实的理论基础 就是各位在学的这个 益经 这个益经 补挂 好 那 他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背后 他只是说他没有把 他都一个案 每一次的补挂 就把这个挂项做分析 这个挂项 这个补挂 一定有他的 这个个案的一个重要转折 所以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有好几个转折 他有抓到了 每一个转折的精准的 说这个时候该用挂 我想这是 那用挂 刚刚那个杨讲师也提到了 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 现在讲这样是讲另类疗法 但是另类疗法不算是一个 就是说 它不是没有什么价值取向 就是说它不一定是负面 它是刚刚我们谈到的 就是另外一条路 开出来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第一篇论 我们谈到 人类的医学 它还是 在现在还是有它的限制面 那我们开另外一条路 这一条路也不仅只是从物质面 它的身体 还有一个什么精神面 物质面就是它的身体 还有物质面 还有它住的环境 周遭环境 精神面是补挂 修持 诵经 等等的 这样子把这个 一个问题的层面 方方面面的问题 它都能够去连结 一一的 去面对它 解决它 然后有一些是这个时间 这个timing不能够解决的 那或者是不适合的 另外一个再找其他的方法 用排除法的 一个一个的 渐进式的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那其实最背后还是 我们易经的意见预反 每一个挂 分析都非常清楚 这是这篇论文的 这个画龙点睛之处 谢谢 我们再来就请高秀琴 高讲师 来跟大家分享 维新圣教的用意与医道 来 请 谢谢 主持人 各位贵宾 各位闲事同修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天剑博士研究生 高秀琴 今天的题目是 维新圣教的用意与医道 报告大纲是前沿 用意经与应用 便意动摇之残结 实证案例 再来解语 再一样 医道本中门师傅上文校园 传师所传的 医道天机开示 涵盖色界 以无色界之所需 我们的医道 医刚之禅的三医命补相 在医的方面 普罗大众都是 医风水 医祖先 冤亲债族 医 医妇灵 医国家 医地球 医众生的病 有病没病 会命有病 主要在医众生的贪症吃 还有那个我们的用意在 找有缘的良医 来解除所有的烦恼 让灵魂界有的求度等等个案 一一解除烦恼 在那个之前 前言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汉荣宽厚 富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之特质 以人为本 生命哲学 在尊人 重生 以实现人之意义与价值 而由意境开启言 所以我们知道是医道 我们的 病从何来 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外观 也是 有注意到医道的方便 以我们的人的 体内有五行 心肝脾胃胜 我们的外面也是有五行 我们的体外也是五行 我们有前队离症 性感很耿坤 所以方法用对了 一下子就好了 方法用错了 会搞一辈子 所以病从何来 要从口 有优质的饮食引起 所以应当要有正常的饮食 二 要随时保持快乐的心情 所谓喜怒哀乐 三 没有事宜的好的环境 就是要有如法的风水 所以希望大家从今起 向这三项看起 一定有好成果 一进全书之其中之虚卦 说明六十四卦先后的道 以相连相生法 而构一整体概念 以表现天道蒙虚 人世成败的现象 分上下两篇 从有天地 然后万物生焉到 万物不可穷也 故受以危机中焉 上篇言天地生万物 以气而流行 故时于乾坤 忠于坎离 是气化的本根 下篇言万物各相生 以形而传气 故时于危痕 忠于忌忌慧慧 是夫妇的作用 天地为万物本 夫妇为人伦本 相提并论 秩序远景 意境之应用 理念之道在于意境之弘扬 意境应用于生活要绝 占卦 当我们在世间的礼途中 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组织时 可是又不知如何排解 不知寝室 何方神圣或名人 所以烦恼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 当我们日常生活中 业力现前时 手足无措 烦恼来了怎么办 当我们的家人碰到困难时 尤其关系一生之祸福或 生死脚管之际时怎么办 当我们心结生起之时 生活无所依托 或依靠时 烦恼来了怎么办 当我们出门恰上事行时 究竟以何方式才能变方圆满 怎么办 便欲动摇之残劫 欲挂之六摇即是任何处所 任何围城之圆满体六度空间之处所 无时不再受其他围城空间之相互作用 在变其位置 因此如此 八卦之六摇中必有一摇 随时再欲动摇 这是事实 又天地间之万物成长 必是由下之昆地向天上发展 天者阳也 是天地之对待之私会者 地者对待之承受者 故万物之生长 必是由最基础之初摇逐渐向上 六十四卦应应用在人生的奥妙之说明 一念之生灭 仍决定未来之祸福 一念之正确判断一生必无悔恨 一念之判断一生之心不安 以六十四卦之解极是人生之灯塔指标 若能以此善用必会 帮助各位解除很多烦恼 尤其可减少造作诸恶罪业 则此生必会心安的走一趟 按例分享 灵界之求度 就是用宗教华仪 人生无常 有一位很低调的同修 就是学员 身体很差 他生病了又怕人知道 这次是遇到的功德会 吹脚文 诵经文书时 才知道他生病 业力现前了 又很严重 已住隔离病房了 我很紧急请示了 吴徽法师 怎么办 法师交代啊 本人赶快来请法 我说他住院 住在隔离病房了 又不能出来 他的家人又是别家的宗教 根本不信我们所说的 如果 结果我就自己帮他张卦来看 身体吉凶 咱身体吉凶病因 身体的病因 要有观鬼子孙 还要用四牙为用神 得卦是火地尽知 未继 卦中是火光鬼 朱雀动画 臣脱父母很旺凶 卦中无子孙遥 浮在位置之下 既神动来克四牙 月令尘土 来生四牙 还算还可以 日程是子孙遥 还算有点希望 但是四牙带成蛇 应有灵界求度现象 刚刚这个卦 再沾一只卦 与医院的吉凶 得卦三雷鱼与波卦 结果四牙空破了 当时是住隔离病房 又不能转院 真是无奈 凶 再沾一只卦 查看他家中祖先神位 有问题否 得卦是折水困与之翠卦 卦中是应来生事 这是吉的卦 所以就无此问题了 就在沾第四只卦 到道场点圆神灯 又在老祖水路法会超渡 并谋大牌位吉凶 得卦水天须之吉卦 处理过程 这样也分析 这只卦是子孙池式 表示可疑 但是观鬼洞在瓜中 有洞必有用 就是要马上行动 当天是子日瞻的 过两天就是影日了 洞又逢直 相当危险 子日到影日 只有两天的时间 因他又怕人知道 所以他 有他联系之人 只用类方式 可是病人之严重 因无法用电话 所以家人已读不回 就这样延宕了一天了 在第三天情形在即 我就亲自打了电话 打到第三通终于接了 他家人还是不紧张 说这种病本来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我说我们要来救他 所以就是因为信仰 别家宗教 真不好沟通 我就很小心来细说 病人卡到 灵界侵入 关系这种 关系的这种严重性 是第三空间的冤亲在主 被他遇到了 不可能会老你 所以我们要以宗教仪式 来绝阴释绝 我们再次渡量 咱们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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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